这个乞丐竟然向医生表白 只见乞丐托着直坐的椅子和小狗 衣衫蓝绿手握鲜花 向女医生求婚 女医生玩具后 乞丐追问为什么 乞丐找拖着浑身家当走开 没过几天 乞丐竟再次找到女医生 头戴安全帽手握鲜花 现在我找到了工作不是乞丐了 女医生再次玩具 乞丐只好落寞离开 半个月后 乞丐再次找到女医生 好家伙用八国的语言表达我爱你 女医生虽然震惊 但还是拒绝了 表示 乞丐默默不悦转身离开 一个月后 乞丐身着正装 请再次找来 我有钱了 原来她买彩票中了十个月 没想到啊 女医生又说 乞丐失落地离开 女医生觉得 长相是天生的 这下乞丐应该死心了 然而没过两天 一个帅哥找到女医生 张口就是我爱你 女医生十分差异 竟然又是乞丐 乞丐表示 她花了三夜 整容成了帅哥 就是为了取悦女医生 女医生表示 对不起 我喜欢的是一个医生 就这样 乞丐只能默默转身离开 这是她最后一次 出现在女医生面前 不打找 杀一个人的最后的方式 忽然 医院突然一个 被雷击的老人 这是一家黑心医院 却也没人救她 就这样脖子来讲讲 女医生阿芝 本想要量血压 然后看看老人瞳孔 检查神经有没有受伤 没成想 急诊主任山姬哥 却认为什么都不用做 这么大的年龄 被雷劈必死无疑 要是在急诊科领了盒饭 山姬哥还得写报告 万一家属来闹 还得上法庭吧 于是 山姬哥把老人送去内科 还故意把病例写得模模糊糊 万一开错药也能混过去 阿芝都傻眼了 老人来到内科 内科主任急着下班 不屑瞟了老人一眼 烧成这样 没什么内伤 去外科吧 外科则表示 还没胡不用止 随手塞给了骨科 骨科也不想揽责任 骨头还没散送来干嘛 各科争执不下 都不想给自己招揽麻烦 竟直接将老人推进楼道 自生自灭 宝洁大妈嫌爱事 愤怒将老人推进电梯 维修工嫌他又脏又臭 直接把他推到停尸房 老人绝望哀嚎 这时 阿芝从光里走来 轻声安慰老人 别怕 他们不给你治 我给你治 突然 铃声咒响 下班时间到了 医生百米冲刺涌向电梯 生怕多待一秒 山鸡哥不经意回头 正巧看到院长的铜像 好家伙 竟然和老人长得一样 被雷劈的老人竟是院长 所有人都惊慌冲了回去 争着要为院长治疗 哄抢院长的衣服和鞋子 证明自己参与过救治 更是不管他的伤口多痛 背起院长就跑 院长被治好后 见医院如此腐败 决心要整顿风气 就由阿芝全权负责 阿芝慌忙表示 我只是实习生不够格呀 然而 院长坚持要让阿芝来做 阿芝只好答应下来 他去找山鸡哥 碰巧 遇到乞丐突犯哮喘 倒在鲍鱼里 山鸡哥见他又脏又臭 摇头不愿意帮忙 阿芝冒着大雨 依然为乞丐做人工呼吸 山鸡哥见状自行惭愧 夸赞阿芝是真正的白衣天使 阿芝却指责他不配做医生 当年 阿芝做卵尾炎手术 山鸡哥就是那两个医生之一 如今却堕落成这样 阿芝非常失望 这番话点醒山鸡哥 急诊科被送来一个病危病人 山鸡哥这次没有推卸责任 而是主动给病人做手术 但是同事看不下去 大家都在同流合污 你在这里整什么高尚 就见山鸡哥要止血前 护士却偷放了一个针管 扎得山鸡哥嗷嗷叫 山鸡哥要护士给他擦汗 护士把胶水偷偷滴布子上 直接粘住山鸡哥的眼睛 这还不算完 山鸡哥好不容易弄开眼睛 要给病人用电震器 电流是200 护士直接干到最大 360 山鸡哥一压 好家伙 病人直接被烤焦了 山鸡哥委屈地哭了 阿芝安慰他 别灰心 我们去找浩南 浩南和山鸡是当年给阿芝 做阑尾炎手术的两个医生 他俩考虑到女生肚子上留八部美观 于是将开刀的位置往下挪了一下 刀疤正好被胖子遮挡 医生表示 做医生不是这么讲的 阿芝被这句话深深感动 发誓长大后 要嫁给说这句话的医生 浩南因为医院腐败早已辞职多年 阿芝再次用当年蓝尾的伤口唤醒浩南 浩南决定帮助阿芝整治风气 三人召集大家开会 浩南提出具体改革措施 不让迟到 同事就故意迟来 不能早退 护士立马起身就要走 其他人化妆 打游戏 戴耳机看电影 根本不听浩南在讲什么 浩南又强调 工作时间不准吃饭 话音刚落 胖虎就点了一份外卖诗 大聪明更是公然宣称 开会就是放屁 就连宝洁大妈都指着浩南叫板 撒尿用第一个尿兜 老娘才懒得洗 说吧就命令大家散会 浩南提议用行动感化他们 三人擦完地板就修空调 扫完马桶还要换水桶 每天只休息三小时 还义务帮医生保养车 医生见状有些感动 原来好人头顶就是有光环了 医院突然有个患者要跳楼 大家迅速赶往楼下 静止为挪车怕被砸坏 浩南和山姬来到天台劝阻 患者痛苦表示 我本药哥茫长 却被摘了输精管 又因输错血丧失了肝 肝输错气又丢了肺 现在五脏巨损还家破人亡 浩南急忙表示 他们会无偿负责到底 话音刚落 医院会计上来催患者交跳楼肺 理由是从医院的楼顶跳 患者气得当即就跳了下去 正好砸住轿车 三人急忙将患者抬回医院 拼命心肺复苏 还是没能救回来 山姬哥发现不妙 他拿起镊子一顿操作 竟从病人腹中夹出手机 接着是假牙和口罩 这些都是医生做手术 遗留进去的 更气愤的是 被砸车的医生竟冲进去搜刮遗体 想抢走仅剩的41块钱当维修费 搜刮完二人来到厕所 竟看到患者变成阿飘走来 二人惊出一身冷汗 贴墙后退 刚逃出楼道 阿飘竟再次追来 二人吓得边跑边尿 一直逃到大厅才喘口气 下一秒 竟被四个阿飘同事包围 二人吓得魂都丢了 然而 这四人是患者的五胞胎哥哥 他们只是吓唬二人 次日 兄弟四人打算送弟弟最后一程 却不料出了车祸 四人都被送到急救室 山姬哥三人各抢救一个 还剩一个没人抢救 眼看四人呼吸微弱 即将没了生命体征 浩南急忙召集医生抢救 大家却围着擦破皮的司机 假装为他缠上绷带 羞愧低头谁也不愿出手 浩南怒骂 难道要五人都命丧于此吗 故事这才率先出手 行动感化真的奏效了 其余医生也加入救援 经过激烈抢救 三人不幸去世仅存活一人 患者母亲表示 三人的器官 可以捐赠给存活的那个 恰巧 存活的患者心脏衰竭急需移植 浩南立即带队筹备移植手术 眼看患者已经手脚浮肿 肝肾衰竭 心脏即刻停止 阿芝立马翻身抢救 山姬哥立刻去太平间领取遗体 储备士确称遗体被转移到其他科室 只能自己去抢 可移植手术必须在15分钟内完成 所有人都马不停提运遗体 病床因拥挤卡在走廊 眼看其他科室扑过来抢人 山姬哥背起遗体就狂奔 为生命争分夺秒 四台手术同时进行 万幸 手术十分成功 患者母亲诚恳和各位道谢 医生初次被感谢 十分动容 做医生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他们这才领会到敬畏生命的意义 很快 管理层发来通报 怒斥山姬哥擅自抢夺器官 开除了抢救的所有医生 只剩阿芝留在医院 辞职后 山姬哥当了麦鱼佬 浩南则开了汽修店 这晚 山路突发泥石流 围栏被冲塌 一辆客运巴士和汽车相撞 导致尾随的百辆汽车连环撞击 山姬哥立即驾车就要增援 浩南也狂踩机车赶往现场 其余医生也纷纷赶来 现场乱成一团 平均两分钟就有一人失去呼吸 浩南立即筹备手术前 为窒息患者做支气管手术 山姬哥为被困患者绑上绷带 其余医生也火速做心肺复苏 刚控制住伤势 浩南得知阿芝也在巴士上 和山姬哥急忙冒雨找过去 二人在侧翻的大巴里发现他 此时 阿芝正被一百个竹子插在中间 只要牵动一根 他都可能被捅到器官丧命 浩南连忙按住他的眉心抢救 阿芝顺势醒来 好在还没致命伤 就在二人束手无策时 大家纷纷赶来 慌乱中竹子松动 阿芝立马尖叫 好疼啊 大家平住呼吸不敢再动 山体突然晃动 不好 山体要再次滑坡 顷刻间 巨石突破铁网滚落 消防员立即疏散伤员离开 下一刻 泥石流快速灌进车里 眼看大家都要丧命 浩南连忙冲出去找工具 山鸡哥用手指找竹子交叉的原理 浩南冲回来抬手就要捡竹子 山鸡哥怕误伤着急大喊 阿芝顿悟 原来我要嫁的人就是你 大家听山鸡哥的口令 先松动一根载 还不等操作 竹子倒塌 浩南冲过去护住阿芝 泥石流突然倒灌进来 大家连忙爬出巴士 刚逃出来 巨石就砸扁汽车 大家惊叫不已 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汽车失控撞过来 浩南将阿芝甩开 自己被狠狠砸中 二人意外抱在一起 一个眼神拉丝 阿芝对浩南暗生情愫 山鸡哥惊呼 不会要翘我抢脚吧 回到医院 宝洁阿姨也加入了抢救队伍 大方表示 请大家上厕所 我们清洗到底 医生都惊呆了 太阳打西边升来了 院长为了让医生放心施救 将挑事的管理层关进电梯 山鸡哥满脑子都是和阿芝举办婚礼 白酒洗好还是订酒楼呢 阿芝则闷闷不乐 希望自己嫁给浩南 浩南也感觉自己情窦初开 心像打劫一样 下一秒 竟直接倒在地上 刚才被车撞到肝破裂 突发内出血 不巧医院突然停电 浩南因失血过多陷入昏迷 急救设备都无法启动 院长提议用雷击唤醒 大家冒雨把浩南推出去 让他单手握住铁杆引电 可是闪电会要命啊 阿芝立即冲到雨里 站在铁杆和浩南中间当电阻 大家心都提到嗓子眼 他这样会要命啊 雷暴骤然响起 阿芝大喊 拜托你救救我老公 店母瞬间显灵 将二人带到空中 成全这对神仙眷女 眼看二人激情热吻 山鸡哥只能喊内住院 医院再次恢复平静 岂该竟真的当上医生 但是 阿芝已经爱上了浩南 从此 这家医院再也不会默示生命了 成为患者眼中的白衣天使 医疗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硬件 医疗制度的腐败 关乎每个人的健康 医德和人道主义 是我们都该重视的问题 医生竭力守护大家的健康 也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 本门叫蜡手回春 本期问题 你有遇到过奇葩的就诊经历吗 有的扣三一 没有扣三二 我乐希望大家以健康为主 永远不要去医院 还有远离一切 让自己不快乐的一切 看到张医健和陈角春 让我想到了蛊惑仔 没想到他们既然投名 成了医生 张伯芝呢 以前也很漂亮 记得他和任前起演的 心与心愿 也非常的好看 本篇有点意思 推荐去玩原篇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的熊熊家族 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